大家好,我是Chuchel,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日凌晨,德甲繼續有獨角氣進行 到其時,王家馬德里將作客挑戰西維爾 這場賽事適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王家馬德里上來暖賽重返性改後,球隊士氣大好 加上對賽往直上,亦全面佔優 所以王家馬德里金獎一定獲得3分 在36輪後,西維爾是韋裂西甲第10位 考慮到與他們身前身後的球隊存在較大的距離 球隊可以說是對上已經無法實現殺入歐戰區的可能 對下亦是沒有降班的後顧之憂 但由於球隊6月1日,將會與羅馬進行歐洲聯賽的決賽大戰 勝方除了能夠奪得一座長輩之外 更關鍵的是可以獲得下屆直通歐冠聯的支架 對西維爾來說,擊敗羅馬毫無二汶 將會是近期首要任務 所以金獎與皇馬聯賽西維爾無需要投入太多 就當是例行公事 更何況西維爾近方並不具說服你 他們最近三場各項賽事全部都是打和 看得到球隊近期缺乏一定的增勝能力 拉美娜亦是西維爾近期表現最好的球員 他近三場各項賽事中貢獻兩球 包括與祖雲達斯一將在加時時入球 另外,好像欣尼斯利和奧金波斯這些主力攻擊手 必須及時調整好自己的狀態去面對羅馬這場歐洲聯賽賽 但壞消息的是,娜華斯和基爾今輪將被罰停賽 球隊在擺陣上會受到影響 另外,西維爾今季聯賽主場勝率四成都不夠 他們的主場戰績是七勝五和六虎 所以今集面對上輪贏球的王家馬得利 西維爾是很難有勝算 至於另一邊,王家馬得利近期先後在曼城 以及華倫生日身上接連吞了兩場敗獎 他們甚至一度將西甲第二位拱獸相養 好在馬體會亦不爭氣 在上輪聯賽遭到愛斯奔盧迫禍 而王家馬得利上輪憑著奔心馬和高斯 在上下半場建功擊敗華力簡勞 重返第二位置 今個月初,王家馬得利已經湧奪西班牙杯冠軍 避免了今季四大街空的尷尬 但理論上,這支西甲豪門亦不想把聯賽斥席 讓給其他球隊 就算巴塞隆勒早早已奪得聯賽錦標 王家馬得利亦需要為自己的榮譽和面子而作戰 考慮到與馬體會之間只是一分之差 他們肯定不想跌到第三位 他們就要在餘下兩輪比賽當中盡力求勝 但要留意,球員方面 雲尼斯奧斯和馬里安奴迪亞斯 和賓森馬目前處於大傷狀態 所以華為迪和馬高阿辛斯奧 他們必須在進攻方面更加把勁 理好的是王家馬得利過去八次 與西維爾交手取得七勝一和不敗 目前處於作下對賽三連勝 德塞球比方面是五比二 所以王家馬得利金了一定劍指三分 就能方便後衛卡或停賽受罰